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另外网站为你精选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下星期八点半,肯定是博企业强人了 广告出了,大师兄感谢祭又是他们 今天我收到一篇很长的新闻稿 还不是他? 今集让我偷懒了 我真是读新闻稿,真是读出来的 不骗大家了 今天由腾讯视频和TVB联合制作的企业强人 即将在翡翠台隆重登场 说了你听 企业强人就由强人系列的金牌监制 罗永燕 以及最佳拍档、编审王伟强 联手打造的有哪个人做呢? 也挺多的 陈豪、谭俊彦、龚家印、张希文、姜大伟、 谢东敏、李子晴、吴子聪、朱智賢、韵思培、李承昌、潘芳芳、余思亭、 吴家俊、吴少伦、王浩亭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有两位演员已经离开了TVB 就是谢东敏和朱智賢 即是说这一套剧 或者说 他们两个的戏份 很早之前就已经完成了 朱智賢更早离开TVB 所以很多时我们看到传媒 有段时间不是很流行的 不是说TVB罵剧坊 仓不够 但一会又说TVB很多仓底货 即是很矛盾的 不要紧要 但起码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拍剧也好 做任何事都好 就不可能即是先 很多时一定是很早很早之前 就已经删定了 什么时候播什么 什么时候要做什么 有什么剧相 在拍剧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拍了一些宣传片 即是我们有时看到剧正播剧的时候 到差不多那个故事 去到这里就会出一集的访问 就说 今个星期说到哪里 就找一些主角相关的艺人 出来说几句 不可能是那个星期 捉他们来做访问 肯定就是之前 正在拍剧的时候就做访问 一会这一段 我们会什么时候出 就播到这部剧 记得哪一集 又或者在一次宣传里 可能已经要拍下几集的宣传了 这个剧我们是什么时候播的 就说到哪一段 大家稍后围绕这个话题 接着可能下一个就要拍另一段 接着过多几天又会再出的 到时就播到哪一段 我们的话题又围绕这个 连这些很多时候都已经拍了 所以我们有时看到一些 比如举个例子 刚刚的Dream Music 看到Six 咦?为什么不是说 走了一个吗? 为什么又会有一个 就是齐人的呢? 五个人在这里 是不是那个编排做得不好呢? 其实不是因为 这一段的录影 其实是很早很早之前 就已经是做定了 只不过后来 可能有些事端出现了 才会有些变化 所以下一次又有些传媒 告诉你 TVB 什么闹剧坊 之如此那些东西 真的不要相信了 一早拍下了一些 慢慢才可以编排到 Schedule 什么时候出 做些什么 除了一部剧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 旁边的一些 录影 旁边的片段 或者一些访问 是配合整部剧 在那段时间一起出 是不是差到很远了? 我们回来了 企业是由人建构出来的 如果要在人和利益之间 作出取舍 我一定会选前者 这一句就是 企业强人主角赵凯 即是陈豪饰演的角色 在剧集里面 经常挂在边的对白 亦是剧集中心思想 企业强人的主族 企业是物流业 全程是实景拍摄 无论是大型的集运仓 或是走到最前线的送货绵养仔 都是由内地大型物流公司协力提供 大家有否想到 顺丰呢?不知道会不会是顺丰呢? 到时就知道了 加上物流的主题 也贴近香港人 即是近年买东西、消费的模式 内容既真实 也贴地 我也想知道 是否真是顺丰呢? 无线一直至你拍摄 不同的题材和类型剧集 我只能读 当中的双战剧 更为无线剧集 奠定市场地位 提到双战剧 其实飞天爷爷有点问号 哪些是双战剧呢? 他提了几套 有大时代、马祥、大亨和创世纪 播出的时候都全部叫好叫座 即使是重播 这三套剧 依然有回响和成为热话 而且剧集的理念、创意 放在今时今日也不过时 而今次无线 渗入了强人IP品牌 打造最强气势双战剧 起是这个戏剧的戏 还用了两大侍帝 陈浩和谭俊妍 以及应届金像奖男配角得主姜大卫 三大好戏有型仔的实力男演员 攜手演出 陈浩一曝光船迹引发网民热烈讨论 他这样写的 大家有没有讨论过? 监制透露 双战剧是有风险的 就是比较难明一些 但由于双战剧是警匪剧 与专业剧之外 最能反映到港剧特色的剧集类型 所以跟他的好拍档 王伟强也是鼓起勇气挑战一下 监制透露 企业强人正正集合了 无线三大经典双战剧 《大时代》 《马祥大亨》 和《创世纪》的元素 当中陈浩的角色 就是马祥大亨 王日华饰演的李大友的延组 他说 李大友和赵海最大相同之处 就是那种天马行空敢于突破的精神 都是会做一些别人从来不敢做 不想不肯做的事 例如为了激励士气 赵海是可以去到很尽 又或者他会愿意不断转换经营模式 至于《创世纪》 在内地 更是去到今天 仍然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和代表性 向来擅长黑滑性格鲜明 别具风格的主角仁妾的罗黄培 我开始认为是什么罗黄培 是人名来的 不是 监制同一个拍档 今次为了两大侍弟 陈浩和谭俊燕 塑造了两个近乎完全对立的企业家类型 陈浩飾演的赵海 是世纪物流公司的主席兼CEO 为人正直 重情重义 有梦想 有热成 我之前看报导、访问 我以为陈浩是奸的 因为个个都说要打倒他 原来不是 虽然他凡事都是同钱作对 但绝非是没有生意头脑 并且是市企业内的15,000个员工 是补 经常大方的愧疹之余 亦会被360度的体贴照顾他们 坑称是大老板界的天花板 是否真的有这样的老板 会不会有点离地 虽然不是个个老板都是坏人 但会不会好到天花板 对所有员工都当他是宝 应该是未必吧 谭俊燕飾演的徐道明又如何呢? 曾经是赵海的头号外仗 及后转职为投资公司 成峰资本高级合伙人 更因某些原因加入世纪物流 着重数据分析 拥有更现代化管理概念的道明 生意上他的头脑及手段 没有一样东西比赵海差 与赵海坑称企业相红 不过由于两个人的想法 及处事方法有点不同 两个人的关系时滴时有曖昧不清 这个比较贴地 对于士帝级的CP的化学作用 绝对有潜力为企业强人 牵起煲剧热潮 希望吧 之前电视也播出了一些广告 看到两个主角在会议室的大桌上 画面扔钱、对壁 画面也有点搞笑 似乎都暗示了这套剧的套路 另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姜大伟 他的演技也不容置疑 他饰演的是刑文浩 叱咤商界多年的老狐狸 刑文浩是净涂集团主席 表面上很亲切 但实际上是满土密圈 这个也是挺贴地的 有些老板表面上好像很好的人 请大家吃饭 但其实就是暗地里 他最想吃的就是吃了你 随着他在生意上的经验 越来越丰富 人脈又越来越广 文浩由这个实业家 变成了唯利是图 只是想赚快钱的市贵商人 令到京徒由实业企业 变成了以投资、炒卖、股票为主的公司 最终更加因为自己的利益 罔顾和赵凯的家族情意 一而再对赵凯造成威胁 徐道明在两个人之间 希望扮演着一个 亦正亦邪、无间道的角色 就这样听的话 就应该好似的有张力 但出来的效果又怎样呢? 就看过才知道 很肯定的了 下个星期的8点半 一定是这一套 企业强人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来我另一个频道 是这样的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喔! Hello! 假如你喜欢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但假如你真死飞天爷爷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之后记得按小钟仔 下次有节目更新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万一被飞天爷爷措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是没办法够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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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